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不易 我的爱不变 月亮代表我的心 特别感谢啊 就像月亮一样 就一直在那儿陪伴着我们 有的时候可能被云遮住 她看不见 但是她一直都在 我觉得这份爱就要一直都在 对 照亮我们的心 对 这份陪伴温暖 希望都能够温暖你 陪伴你 杨视频不仅发了周深 说东北话的视频 竟然还发了情场的视频 一日杨视频直播秋晚探班 当晚就发了周深 学东北方言的片段 发博说 做客杨视频探班秋晚直播间 现场挑战东北方言 还即兴演出一首东北儿歌 快来看一看 二日又单独发了 周深清场心中代表 中秋的歌的视频 并发博 周深说 无论何时对她来说 中秋都有着思念的味道 就像月亮一样 听周深场心中的中秋 另外 工作室二日卡点公布了 九月主题 想笑就笑 并说感到快乐的时候 就大声喊出 哇啦里啦弄吧 话说 八月主题想哭就哭 九月主题想笑就笑 那十月该部会议室 想逢就疯吧 哈哈 上台的时候 来之前我们俩 平时我们俩同事 不约着自己对着来 开始继续的 就怕那个鞋 跳一跳鞋美了 对 不害怕把鞋跳一跳 我觉得后面比较好玩 可是我们是在 那个准备后台的时候 然后我们准备一起啊 就是出场 然后就少女就站在中间 然后就长 是想要做我们的 然后我们俩没有人理他 就在 哈哈哈哈 这个画面其实很好笑 这个意思 啊 我该干嘛呢 我当时算了 还是不打架 那神圣的那段舞蹈 也非常非常棒 非常棒 非常棒 我站在这儿 既然乐瓶声同台 我就有非常自信的 说我没有信心 肯定是没有信心的 傻 我那时候可能不傻 尤其是作为我们的鞋杠青年 端端来说 例如这鞋杠是爆汗 不穿鞋什么的 我把鞋拖了在跳远的 就跟你说 就是很跨影视跟歌手两界 我一定是不穿鞋的喜欢 多身份 很多身份 鞋杠青年 好 你看看端端刚刚他的表现 这个版本 我跟观众朋友一样 就是哇 刚好 好 你再跳舞都好 对他把他说 哇他也跳舞 跳得很厉害 如果说比深深的歌 如果那个就是 分数低的话 这两年之后再发布 是吧 我没记错回去 两年这个错了 其实他是比较可以 不错了 也是特别感谢我们 这次觉得有了 对 我还以为说 要真是两年后再发 后我就跟大家说 两年后再见了 982 3 2 1 3 咖响 4 3 6 走 走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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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辛苦了 谢谢 辛苦 因为我是遇到小周 我就很想分享唱的 所以也最后跟等你 这首歌 我们贫配成功 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周轩 周深2024十周年巡回演唱会你看了吗 从2024年5月18日上海美奔战开始 已经陆续举办了多场 周深2024十周年巡回演唱会正在进行中 已进行完的上海 深圳 成都 贵阳 武汉 南京 以及杭州等场次 每次都是开票秒庆 可谓一票难求 常常被封抢 第一站上海战 5月18日至5月19日 上海梅塞德斯奔驰文化中心 观演人数2万4千家人 第二站深圳站 6月1日深圳大运中心体育场 观演人数4万5千家人 第三站成都站 6月15日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 观演人数3万4千471人 第四站贵阳站 7月13日贵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 观演人数4万4千家人 第五站武汉站 7月27日武汉体育中心体育场 观演人数3万5千家人 第六站南京站 8月10日至8月11日 南京奥体育中心体育场 7万家人 第七站杭州站 8月23日至8月24日 杭州奥体育中心体育场 10万家人 第八站沈阳站 9月7日沈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 第九站9月21日至9月22日 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 国民歌手时代之声 周深重庆苏中南宁演唱会 定然又是一场拼手足的抢票大战 而其他可能新增的站点和场次 也同样会迎来逢强场面 尤其是在最近又释出周深9.29 10周年巡回演唱会的影响设备 在用了泰勒和比亚兹巡演同款设备后 周深演唱会超优质的品质 更使得他的演唱会一票难求 顶级Vocal带来的时定盛宴 绝对超值 谢谢你们 当然今天也有很多很多人 来到这一次聚会我非常开心 无论你是不是生米或者是不是布丁 但是只要你听过我 然后记住了我 然后还选择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聚会 就非常感谢你把你的光照到我的身上了 谢谢在座的每一位 刚才我下去换衣服的时候总的跟我说 因为我们杭州的朋友实在太热情了 热情到我们的荧光棒现在都失控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荧光棒好像没办法亮 所以我很害怕 就是自己是孤单站在这里 你们在这里听我唱歌吗 谢谢你们 谢谢 很奇怪因为今天刚好因为 荧光棒的那个信号 有一些被大家热情 热错乱了 反而让我回到了一段 我自己小时候 在自己长大的那个家乡的一段回忆 我记得是应该是我的亲戚 我忘记是姑妈还是谁 就她会背着我去隔壁村 去看可能隔壁村 他们正在表演的那个金剧的一个舞台 我当时觉得因为你们经常说 是我把你们带去了一个新的地方 去到新的那个地方 但其实一直都是你们带我去到了新的地方 我们从上海出发 然后到深圳 然后到成都 然后再到贵阳 再到武汉 然后再到南京 再到杭州 就每一个地方 都是你们 应该是带我去的地方 我感觉就突然像是 你们才是我的那个 带我去看世界的那个亲戚 我在你们身上感受到的那一份 来自亲情的温暖 所以谢谢你们 带我去到越来越大的舞台 我也希望 能够陪着你去到你人生当中 一个又一个 越来越大的舞台 谢谢你们 也许中途可能会有种种的意外 但是我相信 那些都会让它变得 更加分 比如像今天的荧光棒 可能不亮 但是声音 呼喊声会不会更大声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